国军五大主力的称呼最早是在1946年的军事整编会议上被提出的 是指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民革命军内作战力最为坚强 装备最为精良的五支部队 分别为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74军第5军新一军新六军 他们虽然都曾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抗日战争中 屡创强敌有着辉煌的历史 但军队发迹的方式却各有不同 当时军中有人这么总结到 新一军是装备出来的 新六军是孪生出来的 第74军是打出来的 第5军是炼出来的 第18军是宠出来的 国军五大主力如何产生的 他们的战力究竟有多强 在历史上又有哪些功绩 第18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中 建军最早军史最长 实力最雄厚的一支王牌部队 1930年中原大战后 陈诚升为第18军军长 当时18军只有一个11师 陈诚既是军长也是师长 凑巧的是 部队翻号18合起来 是汉字的木 11合起来是汉字的土 土木系称谓由此而来 陈诚将军一生追随蒋介石 善于揣摩蒋介石的背后生意 人称小委员长 蒋介石也将陈诚视为绝对心腹 而第18军也跟着战光 最初第18军只有一个师的实力 经过不断扩边庞大 最多石甲有8个师的兵力 实力相当于两三个军 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 第18军在国军中都是最强的 因此被誉为五大主力中的王中之王 抗战爆发后 1937年8月 军长罗卓英率第18军开赴上海 参加松户会战 国难当头 陈诚唯有忍痛一时 严令部队只要完成任务 18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息 松户会战期间 18军曾四战罗电 伤亡惨重 罗电也因此战而闻名天下 1943年 18军参加厄西会战 这次会战中 石牌要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曾被崇幸统帅部 比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当时首此要地的是 18军狐脸第十一时 当战斗激烈时 陈诚打电话问他 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狐脸回答 成功虽无把握 成人却有决心 此后十一时官兵 英勇作战 死守要塞 为厄西大姐立下汉马功劳 战后不久 狐脸应攻升任军长 抗战胜利后 18军改为整编 第十一时 后又被编入第十二军团 后者在淮海战役中 损失殆尽 战后 十二兵团经过重建 狐脸在兵团训词中说 我们像一只大鹏鸟 现在是复生了 但需要个休养时间 一旦伤势好了 我们又要蓬城万里 远走高飞了 除了十八军 国军又有哪些王牌部队呢 整编七十四师 前身是七十四军 抗战一时 由国民政府在汉口组建 于济石为首任军长 当时国民政府在松户战场上 投入四十八个师 为了方便领导 所以将两三个师编成一个军 七十四军就是在那时成立的 并且一战名震松户 此后七十四军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1938年万家岭战役中 七十四军作为主力重创日军 1939年6月 王耀武升任军长 为感谢蒋济石的提拔 他决心把七十四军整训好 使之成为纪律好能作战不怕死挺指挥的部队 1941年3月 在历史近一月的上高会战中 七十四军 共毕伤日军一万五千余人 日军第三十三师团 第三十四师团 及独立第二十混成旅团 遭受重创 击毙日军少将严勇 大佐宾田 以下数千人 击肉飞机一甲 军政部长何应青 称这次作战是抗战以来 最精彩之战 第七十四军 货班军中最高蒋骑 飞虎骑一面 被誉为抗日铁军 1943年底 七十四军参加常德会战 部队拼死决战 毕伤日军万人以上 再次打出了抗日铁军的升危 抗战胜利后 第七十四军被空运到南京 接受日本投降 并驻守南京 此后 第七十四军整编为第七十四师 完成整编时 老兵比例高达85% 被称为百战之师 汉将张林甫出任中将师长 当时美军上将马歇尔在问问期间 曾将整编七十四师 誉为蒋的御林军 蒋介石也命令各部队一切教育训练 皆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准 1947年 孟良故战役中 解放军主力甲义东彻 引诱国军冒进 整编第七十四师不但与有林冰团协同发起激攻 最终在坦布遭遇解放军重兵包围 师长张林甫选择兵行险拙 主动登上孟良故 以仗险要地势进行防御 等待外围有林合围 准备一举歼灭解放军的华东主力 可增援的国军虽拼死进攻 却仍被解放军挡在包围圈外 最终张林甫知道大势已去 发出电报遗书 十余万只匪向我围攻数日 金弹尽原决 水凉巨无 我决定与人杰 战至最后 以一弹引决 上报国家领袖 下队部署袍则 老傅来京 魏克钦士 惜善待之 又子惜善辅之 玉林无期 金勇决矣 随着张林甫所在的七十四师的失败 国军还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战力呢 第五军中国抗战以来 第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 拥有黄埔的军官 英美德的装备 苏联的顾问 是中国以举国之力打造的 唯一支机械化军 由中国军队之铁马雄师的号称 他建立于1939年1月 黄埔一期生 杜玉明任首任军长 成军不久后 第五军于1939年11月 参加昆仑关战役 对手是号称刚军的 日军第十二旅团 战斗整整持续了18天 战况空前激烈 这场战役击毙日军十二旅团 旅团长中村郑雄少将 十二旅团关佐死亡85%以上 士兵死亡4000余人 昆仑关一役 为第五军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1942年3月 第五军和第六军 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 远赴缅甸对日作战 3月上旬 第200师首战同谷 获得大捷 歼敌5000余人 在中国远征军史上 写下光辉的一页 但最终因中美英三方 在战略上的矛盾 及指挥上的混乱 导致中国远征军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 并于4月底开始撤退 第200师师长 戴安兰在指挥部队撤退中 不幸中弹 壮烈殉国 恶号称来举国悲痛 蒋介石亲自为其举行葬礼 第五军损失惨重 在出国作战前 共有42000人 战斗死伤7300人 而在撤退中 死伤近达14700人 其中绝大多数 又都是在穿越 缅北野人山中牺牲的 其后经过国内整讯 第五军于1944年 再次云南方向 对缅甸日军发起反攻 为最终打通滇缅公路 立下汉马功劳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 一部分部队辗转撤退印度 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筹划下 撤退印度的新38时 核心22时 负命开赴兰姆加军营修整 并于1943年初 在此成立新一军 郑栋国任军长 新一军是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支在国外建军的部队 也是国民党军中 第一支全副美式武装的部队 而番号恰好是一军 所以新一军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军 这支部队完全按照 美国陆军式的标准来装备 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士兵 又是穿越缅北野人山中 幸存的国军精锐 经国内整讯后 新一军于1944年 再对缅甸日军发起反攻 经过美国人的严格军事训练 加之西点军校毕业的 孙力仁军长的卓越指挥 新一军入缅作战中 取得仁安枪大捷 解救出包括英缅军总司令 亚历山大上将在内的英军 七千余人 一战轰动英伦三岛 孙力仁被授予了英帝国司令勋章 和美国的封攻勋章 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龙梅尔 1943年10月底 新一军向缅北日军大举反攻 连续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 孟巩河谷战役和密支那战役的重大胜利 消灭了号称丛林之王的 日军第十八师团大部 新一军的占领之强出乎日军的意料 他们惊呼支那军归国心切 势不可挡 到1945年春 日军在缅甸战败撤退 新一军奉命回国 新六军和新一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可以说是新一军的双胞胎兄弟 最初新一军在印度成立时 指夏侠孙利仁新三十八师 和廖耀乡新二十二师 1944年后 中国方面从国内大量空运青年学生 入印接受训练 驻印部队总数激增至十万人 因此在原新一军基础上 扩编为两个军 即孙利仁新一军和廖耀乡新六军 至此在国军中有主力的主力之美称 新边第六军正式成立 该军主力新二十二师 与新一军主力新三十八师 在一年战场中并肩作战 而且两个军同时脱胎于原新一军 新六军首任军长廖耀乡 在中学读书时就曾研制 武当校班抄头笔 养宗雀长风 留法期间刻苦勤学 深受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佳学 1936年从法国陆军大学毕业 回国任机械化第五军 下新二十二师副师长 昆仑关战役中 但受伤的邱清泉出任师长 战斗中 廖耀乡亲率部队 抵前线指挥 日军炮火袭击时 半截身子被埋于土中 仍沉着冷静 并最终击溃日军 大破昆仑关 当时正值1940年上元之夜 历史上1052年上元之夜 正是北宋大将狄青 夜袭昆仑关大败敌军之时 所以当时舆论将他与狄青 原夜夺昆仑相提并论 当时南京军事委员会 教育军队时曾评价 第五军居西南各军第一 新二十二师为五军第一 中国远征军成立后 新二十二师作为骨干 参加了多场大战 1942年3月 中国远征军进攻缅甸 首战铜骨激战后 戴安兰第二百师被日军四面包围 廖耀香奉命率新二十二师 解围获成功 英美报刊高度赞扬这两个示威 世界上最精锐之部队 1944年8月新六军成立 廖耀香就任军长 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新二十二师及其六十五团 各获虎其一面 1946年2月 新六军和新一军一同来到东北战场 沿北宁县发动进攻 相继攻下沈阳 本息 四平 国军的五大主力部队 无不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汉马功劳 在这些功绩背后 更是象征了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 披子抗战的影子 他们的英勇士气振奋了民族精神 大涨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 他们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战场上 构筑了无法逾越的血肉长城